欢迎回到中午宣网 千秋万事 你我生活财经事 今天邀请的是 上周的主笔 蔡静轩小姐 跟我们一起谈的是 好策略的关键 这是一位策略大师 他高龄80岁 刚才在讲不容易 到这个时候 他每天还常常在帮一些策略 把关把卖 然后提供策略之外 才能够写下这样一本书 是他整个管理经验 帮人家把卖的策略经验的浓缩 所以当中有很多个案 例子 其实甚至很详细的流程 他都会告诉你 然后让你套用 在这些特殊的例子上 去做思考 好策略是很清楚 很重要 问题是要怎么做 而不会变成 像我刚刚讲的心理如意 代办清单 大家做做 勾勾完就结束了 对 其实他刚刚 我们提到这个Foundry 就是策略铸造的流程 那其实他 这本书他有提到 很具体的 这些铸造流程的工具 去帮你做出正确的行动 做出正确的 这个因应的方针 我就举几个 因为他这个里面 举的很多 我就挑几个 他就首先 他有讲说一个 关键叫做 你要延后判断 什么叫延后判断呢 就是说很多企业 在做这样的策略铸造 或是根本就是他平常的年度 这个预算 他们就很急着说 赶快有结论 那大家就赶快 有做出结论 然后可以做 我们大家就解散 就不要在这边花时间 然后那个会议开了好久好久 好累好累 反而在策略铸造过程中 你不要怕累 他甚至说 这个主持人 或者是公司的负责 你要刻意的 让这个行动 最后要做判断的 这个时间往后延 我尽量前面能够讨论到 更多的挑战 因为很多挑战就是 淹没在我们日常 你会看到的这个余光之外 那你就看不到嘛 所以他宁愿说 我把这个做判断 做决策的时间 在策略铸造过程 是延后的 这是他的其中一个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刚刚提到说 他也是很重视 你在策略铸造之前 要做到这个基层 或中层 或高层的这些访谈 那他就说 有一些真的很关键 大家不敢公开讲的 你这时候在助照会议的时候 有第三方 外面的人来 说我们问到好几个都说 公司有这样这样的问题 他真的自己亲自主持的时候 会跟他每个主管谈90分钟 至少 这个就厉害了 对 那他其实在书中 也列出一个访谈清单 我跟你讲 我看到清单 马上把它划重点 那个记者去外面采访 真的要 这些问题 真的可以帮记者去厘清 这个企业 到底是不是真的厉害 那这个老板有没有胡误我 其实我觉得他的问题 是非常非常犀利的 所以他说 你如果在这样的会议中 去揭露 说原来大家都这样的问题 那这时候 这时候 就是 那反而会把那种 气氛很微妙 大家不敢 不敢去揭露 不敢公开谈问题的 这种气氛 就会被他改善 然后还有 他有一招 我觉得非常厉害 就好像你做的 时光机器一样 你去让大家想说 我是不是 现在搭上 一起上小叮当 进抽屉 时光机器 五年后 如果你来看这家公司 那如果这家公司 五年后是倒了的话 你觉得 它是主要问题出在哪里 你就是用一个假设性的 那这时候 我跟你讲 大家有时候就会 不小心把自己的心声 说出来 说倒了 就是因为 CEO不好啦 这个什么 公司内部不团结啦 什么那种 这时候 实话就出来了 那或者是你 时光机器是往回推 就说 我现在如果有机会 跟五六年前 的CEO 说一句话 但是你又不可以去 改变我们这个时间线 对不对 你不可以去 导致时空混乱嘛 你不可以说 任何的事实 你只能 就是提点他一下下 那你会提点他 你要往整个方向走 那我觉得他这一招 这个时光机器 这一招 其实对我们个人 在设 连度计划 或者是我的人生目标 其实也是 非常非常适用的 其实有点等距 有点距离的在看 而不是当局人的感觉 时间轴一拉开 就会发现 其实没有那么的 当初在局里面的那种混乱 当局的迷 对 这个很有意思 可是我觉得他那个铸造 还有一个要大家一起立誓 蛮有趣的 他就说最怕 我发誓 他其实跟我们平常 订自己的策略 就是有的订三年五年策略 很多人就是喊一喊 然后大家三瓶水就玩得很开心 行兵共 你们就好像那个目标弄出来 干我无关 然后那执行长的任务 其他部门是不干我的事 那大家就是回去又是 又回到原样 其实很多时候 反而是败在这一步 所以这个 我们的鲁梅特大师 很重视的叫做仪式感 就是你一定要现场 让大家发誓 斬鸡头发誓 对 就是这种概念 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说 我们公司这么重要的策略转型 这么大家一起认同 对 是每一个人的工作 而且是我们真的这二到五天 非常辛苦的讨论出来的 那你就不是只是混出来 而是变成你认同他 然后要执行他 是有一个 有指标吗 可以去检验吗 好像这就比较难了 你说就是有指标 发完试之后呢 然后没有做到 怎么办 我看到他只是把仪式做到 面对挑战 要发誓 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像我们在做策略 他其实像是一个 我是领导公司在做改变 那领导就是说 我把这个方向定好 然后大家的心理状况准备好 那接下来就进到管理面 管理面你KPI出来 那就是赏罚直接就下去了 或者是就有一些 升迁的问题 对 所以你就是说 整策略出来了 然后行动方针出来了 那之后你真正的想法 就会依照这个方针 就下去做 那大家就会乖乖的 每一个部门 都就会去 去把他们资源 就集中到 你要解决的 那个很关键的问题 其实这些方法 都说起来 逻辑非常非常清楚 可是现在实践的时候 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真的有需要 有智慧的主持带领人 才有办法做到 那他讲的那个策略 实践三部曲 也跟大家聊一下 对 那他其实有讲到 就是那个 我们刚刚其实 陆陆续续都有提到 他的三部曲 大概就是 一 诊断问题 那我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诊断问题 就是我先大量的收集 然后再分类 然后最后才集中 这是一个像漏斗状的 那第二步骤呢 就是你要找到关键点 也就是像马斯克 他诊断问题说 我为什么太空旅行 或者是那个太空的 这个人造卫星打上去 那么贵 他就是因为他无法回收 所以成本高嘛 那第二就是 关键点就是 那我怎么样让 他是可以回收的 那马斯克就很厉害的 把这关键点就定在他说 其实我科学上 我不可能去挑战 他外壳要够硬嘛 我就让他掉下来慢一点 他关键点定出来了 这真的厉害 对 那第三点就是说 我要怎么样 我的连贯行动 是去回应 我看到的那个关键 所以他就开始去设计 我怎么让火箭掉下来的时候 速度变慢 然后怎么样去精算 因为他其实 他一开始 他提出来的那个问题 就是我怎么样降成本 我还会去精算说 我这个燃料 掉下来 这反向去给他 这个加一个这个力量的 这个燃料 我成本要够低 这样我才能够去解决说 不要到这个燃料 烧了一大堆 跟我那个火箭 重做一个是一样 那就没有解决嘛 所以你的连贯行动 就是要针对他 所以大师说 就是很简单的 三部曲就是你诊断 好问题 诊断问题 然后再找到关键点 以及找到连贯的行动的方针 对 这么说起来容易 这个每次一套用到你的企业里头 其实你可以试试看 那不是很容易 但是如果这样 有策略逻辑思考的时候 其实全盘的团队共同思考 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他说他看到那个攀岩的过程 就觉得有些人 单纯只是为了自己的乐趣 就可以挑战自己的极限 去做一般人认为 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这些事情让他觉得 很有思考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在挑战极限 我们要找到那个自己 非常有乐趣的事情 企业也一样 企业要找到那个共同的目标 跟方向 这共同都觉得有趣 才能够往下走 读书也是一样 这个书也是其实蛮有趣的 所以刚刚您提到说 在整个不管策略铸造 找出策略方法 用例子来讲最直接 好 我先echo一下那个攀岩 其实像攀岩大家想说 我是不是手长一点 背力很足 他其实他有讲到 反正他这书一开头 他讲到一个很著名的 很难挑战的攀岩的点 狗屁股 对 他说很多人就在那边 就是失败了 可是他后来他去观察怎么做 其实反而是可能稍微娇小一点 你的重心其实是 很适合去做那个攀岩的那个 然后某个手这样一勾 然后脚一蹬 然后一晃 那样子刚好这个体型的人都过得去 那反而你说一定你的身材就超好的 你反而过不去啊 所以他是说我们每一家企业 然后每个人 他其实都有最适合自己的挑战 那你在面临你当下的情境的时候 就有一个就是最适合你的解方 那他对于别人 不同条件的人 他解方是完全不同的 那其实大师刚刚讲那个策略铸造 我们提到好几个这个撇步嘛 那刚刚钱秋也说 是不是很难啊 那其实大师有拿这个这个范例 好好的示范给我们 他就讲那个Netflix 也就是网飞 就是什么华登初上啦 台北医师读件 都是这个这个网飞的 39 2521最新在看的韩剧不好意思 对 那他那个 他 你刚刚其实我们两个都讲到重点 我等一下透露到底是什么 那其实大师就说他就直接拿2018年 网飞遇到的难题来猜给大家看 他说网飞遇到什么困难 就是大家全部都进来了嘛 我迪士尼也进来 Amazon也进来 我就连Apple都来进来 那网飞当年辛辛苦苦把这个 根本没有人care的江山打出来之后 大家一看 哇这么好赚 全部进来了 那但是他面临这些人呢 其实他是 他并不是拿手上是拿好牌的 你看迪士尼手上有多少电影 就是影视文化产业 然后大家当从电视 从戏院走回家里 家里就是戏院 然后把这些付费的机制建立起来 那么还可以甚至筹拍 或者是规划 变成一个有价值 论刺记筹等等的 会员制的这个影视文化产业 其实这个是真的是从Netflix开始 对 所以那个大师就列了Netflix 当初会遇到的九个问题 一就是目前股价好高 那股价高 你股东期待就高 压力很大 所以股价高 对一家公司不见得是好事 再来就是说 那个美国的串流市场 这么多竞争者进来 那美国通常就他们经济母 那还跟我抢美国 那我跟他硬碰硬 其实我那个毛利一定会掉 我一定要杀架啦 或者是我要再端更多好料 那你那个获利一定会掉 那再来就是说 那是迪士尼这么强 我也不能跟他硬干 虽然有紫牌屋 可是我就是打不过那些公主系列嘛 对不对 王冠 对对 然后或者是说 那他就想说 那我到底有哪些手法 我可能手法是说 我是不是去找说 我要跟更厉害的 更新创的这些艺人 制作人员 我们有更 超乎大家这个期待的 更好的创意在出来 可是他挑战是很大 如果你要找新创意 或者是说呢 我是不是干脆就杀底甲 我是去印度啦 那种什么南亚东亚市场 我去弄比较低价 来冲世界市场 或者是说 就是这大师帮他想的可能解 或者说我可以像YouTube一样 我就变成是那个 Netflix的这个频道大平台 让每一个人 就可以来投稿 开个小频道 开个小频道 在Netflix上面 所以他其实有很多种选择的 那大师这时候就 就把麦 他就说好那这时候你已经把你的这个可能的挑战 都定出来了 那我的把卖就是我的关键点是什么 就是首先你的这种内容的竞争一定是越来越激烈 没错 大家都砸钱去拍什么纸牌屋 什么这种 结果迪士尼 获利也不好 然后那个Apple啦Amazon这种钱很多 可是他其实压力很大 大家都在那边砸钱 然后想要宠坏这些观众 结果每个都不太赚钱 对 那这个看起来 这个好像不是一个好的这个解方嘛 对 然后他就说那我们接下来再看说 那我就是很努力的拍好片 然后我就相信 这个读者 观众一定会为好内容 愿意付费 可是我一讲 他们也是会疲乏 我又订了迪士尼 我又订了Netflix 其实我的钱就发现 哇 每个月的这些订阅费就这么这么的高 所以你也不能去挑战说 我的订户就是愿意为你付这么多钱 这好像也不通 那这时候呢 他说那我是不是 而且你在拍这些好片 你还有一个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会跟我供应商竞争 我Netflix自己拍好片 结果我去买别人家好片的时候 他说你根本是我对手 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 这其实也是一个两难 那 再来就是你要降价 降价其实你反而说 你会打坏你原本的市场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 那个我们大师就直接 2018年 他就直接把麦是说 我觉得最好的做法 就是因为Netflix在所有平台里面 他的海外布局是最多的 你应该去跟在地 去拍一些更好的片 这个才是你的胜出的关键 结果你看现在2022年 真的完全被他料中了 对你看韩片 那台湾也因为 这个Netflix的这个车流 我们台湾也拍出很多本土的好片 然后我们在外销到其他国家 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华灯初上 对 一模一样 他就是用 与其他自己来想 全部的策略 每个片子要怎么精致往哪里推 还不如各地百家齐放 对 比方说像华灯初上是讲台湾 过去妈妈桑 那个酒店文化 那2521是讲 2000年左右迁徙世代 当时成长的这一群世代 面临的挑战 对于韩国世界来讲的冲击 他们在那国内 我们看起来 虽然他是他们国内的状况 可是全球看起来 在不同的位置 但是在同个时间点 时针轴拉回去看的时候 就很有共鸣 很有意思 他是有国际市场 他不会只有单一本土市场 那台湾讲到这个 每次都讲到 我们台湾现在的作品 就比较相对 容易只有本土小众市场 可是在Netflix合作的选项 跟挑选出来的题材 却相对有可能国际化 比方说通灵少女 对 他就有国际化的空间跟可能 这个就是Netflix成功的策略 对而且他就不用说 我从美国看天下 从美国看全球 永远都是这种西方这一套 所以你看他在南美 还有叫做纸房子 北美叫做纸牌屋 那在亚洲 他就有很多不一样的 各国的特色的东西出来 然后他会发现 其实在全球市场 他是有一个共通性 他会渐渐的去摸索出 我怎么找到会中的 在那个影片的关键 可以通用全球的关键 那他这块know how的累积呢 他就可以超过像 比较晚做全球市场的迪士尼 或者是Apple 或者Amazon 因为迪士尼的公主 大家也快要看你了 小朋友可能不会啦 其实真的 还有他的局限 只有在各种的在地化之后 反而可以更找到一个 共通的规则 叫做国际化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策略 真的是在他书上之前 就已经定出来了吗 然后反而是后来 就往这个方向 的确实在发展 就是发现他跟Netflix的CEO 英雄所见略同 我们现在给点时间了 四分钟 是要多举几个例子 还是真的比较落实一点 告诉大家 这个好的策略铸造出来之后 怎么执行 有没有一些提升品质的方法 还是说要再多举一个例子 让大家更有感受 那个我来举这个贾博斯好了 Apple贾博斯 其实那个 我们大师有帮贾博斯 这个拟出了 就是贾博斯不做的七件事情 因为他的客户都很大 每次前推荐的序 都很恐怖 前面都是 我跟他等了十年的 忠实读者 然后他就讲到说 其实像我们在做策略铸造的时候 你应该 就是说你不要去迷信 这种大牌 不要去迷信名牌 他说其实贾博斯根本 有的时候他就是 逆向而行 他根本就不去理大家怎么做 他说 一他绝对 不去用绩效指标 我明年要成长几% 来驱动 他认为 就是贾博斯的那个 很清楚自己的那个实力 他的那种洞见 真的是超乎大家 然后他的那个 开发产品的能力 是永远甚至走在顾客的 以为自己需要的前面 做出来顾客就 我反而很爱 对 那他说 所以苹果的成功 是因为他有 他很成功的产品 他甚至是领军大家 往那个方向走的 所以他不会去用 绩效指标来驱动 再来 贾博斯不会去把 这个 呃 绩效考核 讲愁 跟这个 呃 绑在一起 其实贾博斯那个 真的只有他个人 用个人魅力 以及用压迫 叫你 挤出你的权力 啊 这个别的 那个领导人 可能也做不到 对 但是你就会被贾博斯 那种什么扭曲立场 给迷惑 就好想要跟随 这个好厉害的老板 然后付出我的全部 啊 那这个别人也学不来的 但是这就很适合贾博斯 领袖特质 对 然后贾博斯呢 他也不迷信说 我一定要跟最基层 什么常常沟通 他就是 我就是跟我信任的 几个高层座 我就是神 对 我就是神 我挑的全部是神 可是问题是 你又觉得说 啊 我去当一下他的小基层 在电梯看到他 我都好开心 断他成功了 断他成功 但这个就是 你就要找到 属于个人的这个做法 那贾博斯也就是了嘛 还有 就是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企业 就说 我要定使命 我要愿景 然后目标还分好几层 但是贾博斯不管 贾博斯就是我说了算 他就是 他不会去 我要去写一个 什么很厉害的东西 然后要去 跟外面的古通沟通 说 我要怎么做 他不会去把时间 花在这种区分 什么叫使命 什么叫愿景 差在哪里 但是他一旦不在了 就没了 对 所以变成 最大的风险在这 对 这个库克 后来接班人 就得去找到 适合自己来 来带这个策略的方式 然后再来就是 他也不会 他不是太喜欢并购 那像有的企业 就很成功的 靠着并购 然后去 去找到他新的能力 然后去 去很快速发展 他的策略 可是贾博斯就是 不靠并购的人 然后还有就是 他不去 这个追求规模经济 那他呢 也不会去 去care股价 好像那个 里面 我们作者就讲 那种90天比赛 根本就是一个股价 每一季在那边算的 这个比赛 贾博斯不care的 我想最后结论 讲一个 这书上 蛮独特的 这个关注点 他说保持毅力 这件事情 对 因为他说 你有迷路过吗 迷路的时候 通常什么心情 焦虑紧张 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是就像策略 你的企业要定出 挑战 找出方法的时候 会有常常碰到 这种卡关 撞墙的时候 保持毅力 努力找出方向 就是重点了 对 然后他有说 其实作者说 好策略 其实没有什么 神奇的地方 就是你很优秀的 洞察出你的问题 然后找出你的行动 不要去迷信别的 然后保持毅力的 去完成它 祝福大家 保持毅力 成功必达 平安健康 拜拜 拜拜 by bwd6